大学学策下个礼拜要登场了 在北部香火顶上的文昌宫 今天是人潮汹涌 家长学生挤爆了小小的寺庙 还有高中老师远从台中来参拜 他说是要为考北部的学生先来拜码头 非常的贴心 人手一炷香前程祭拜 上百人潮挤爆文昌宫 大学学策即将在18、19号登场 学生或家长纷纷带着准考证来祈福 而这位来自台中的高三老师更是有心 为自己带了三个班先来向神明拜码头 因为有学生希望抱好台北学校 北中南文昌宫他全部绕了一圈 也求了满手的平安符 对哦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 那是一人一个这样子 对 每年都会来吗 没有因为今年带高三 哦那有紧张哦 还蛮紧张 还有学生准备了考试当天要穿的衣服 希望沾点神器为考试带来好运气 拜拜的贡品也有美感 象征聪明勤学的葱与勤菜一定要 还有能够高中的粽子 要为子女讨个好彩头 庙方更贴心提醒 这些蔬菜千万不要跟丸子或蛋类一起煮 就怕考虑分 赵人高就是希望他能够 对考上他理想的学校这样 很多人都讲说这边 对 就是这边很理想 想要帮他点对不对 对啊 后来太老而满 对啊 今年的人数都有比以往还 人数还更多 差不多两成 法会登记的人数都报满 原本两天前才会讹满的学策法会 今年提早一个礼拜就没有名额 不过没报到名也不用担心 毕竟金榜提名除了神明保佑之外 认真读书靠实力 当然还是最实在